最早的独立音乐人蔡琴!登!收秀! 草莓音乐节邀请到纵横歌坛40载的蔡琴登台表演。 途径式的经纪公司提供20101804.15 蔡琴纵横歌坛40年的天后,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抒情歌唱得荡气回肠, 却没有人知道,其实她是最早的独立音乐人,很早就脱离主流唱片公司,对抗大公司的生态,自己独立作业,独立发展。 不管别人怎么想,就是要做自己,很少人知道,她骨子里其实是摇滚魂。 历经六年的期待,草莓音乐节终于在2018年邀请到蔡琴,将于4月30日登上北京草莓音乐节的大舞台。 摩登天空创办人沈黎辉说,能够邀请到这位华语乐坛第一代独立音乐人,来呈现她不一样的表演与风采。 我相信大家听到蔡琴能来,就已经证明是一件最酷的事了。 感谢蔡琴子终于在今年应邀为草莓带来她的音乐节首秀,我非常期待她的表现。 这次蔡琴来到草莓音乐节,她说,我不是完全为了唱歌而来,我是来看你们的,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们,我做独立唱牌,不和大公司妥协,独立了40年了,我想来看看你们是怎么玩的,所以,我来了。 请你们到现场来给我看,也听一听蔡琴温柔抒情骨子里的倔强和摇滚魂。